Hello,大家好 那么车展上面哪款原厂房车卖的最好 当然必属咱们这款旅行家V100的房车 够智能而且够基调 咱们看一下这辆车的长框高尺寸 分别是5940,2110,2825 那么它的车身尺寸决定了它的通过性 前年也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V100的底盘 咱们可以看到英文车标L1G 贯穿式的灯带 然后两侧都是全自动的LED大灯 包括下面的雾灯也都是一个L型的方式 然后下方前唇也是做了一个镀铬的处理 前后均配备有雷达 那么前雷达还是一个毫米波雷达 检测精度更高 配备了全自动的无骨铝刷 这辆车配备有四能截刷 采用前置后驱的驱动方式 后视镜下方有一个小的探头 实际上这个探头有三枚 360全景影像 那么行车过程中能够检测到盲区的一个状态 然后配备了电动加热 可调的后视镜 无钥匙进入 以及一键启动 7新的新充电桩 可以直接充电的接口 配备了80升的柴油箱 20升的尿素箱 加满于自由 能跑个接近800公里 两侧均配备了行车可以打开的推纳窗 那么整个外观也看起来更加的时尚 然后尾门是一个对开门 上方是有两个摄像探头 一枚是牛眉铁石 摄像探头 另外一枚是倒车影像的摄像探头 后方同样也是配备了雷达 尾门打开之后 实际上可以进行一个180度的打开 那么这个开合角度也是非常可观的 后方有一个20升黑水箱的舱门 在另外一侧咱们洞房下房全是储物空间 因为咱们把电池安装到那几片下方 这样一来没有什么辐射 其次的话也是将车内的储物空间最大化 另外一侧 右侧装配了3米102米的遮阳棚 清水箱的加水口 配备150升的清水箱 水箱安装在车内 那么一方面防洞 另外一方面容量可以做到更大 那底盘下方安装有一个70升的灰水箱 在下方有一个外置的出纳厨房 同样内部配备有快捷水口 那么咱们在这个位置 洗菜做饭都更加了方便 这辆车是一个后双胎的方式 双胎的承载力更强 刹车距离更短 采用是一个电动中门的方式 打开门的同时下方翻折踏板 自动翻折出来 里面同样配备有一个防洞的中刹门 这辆车搭载上汽派2.07 柴油发动机功率110千瓦 峰值扭矩375牛米 配备了多功能的电子助力的方向盘 带有ACC自身巡航 ICC超级巡航 也就是说咱们高速型车的话 路面有标线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自动转弯 能够达到L2.5级的智能驾驶 方向盘也是进行了一个真皮的包袱 匹配法国宝奇6A7自动挡的变速箱 主副架均配备有安全气囊 那么中间10.25英特的中共大屏 除了常愧的倒车影像的显示 也可以在咱们开启车辆的同时 看到车身的周边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它能够有一个3D的模型 显示在上方 然后周边的实景 都能显示在咱们大屏上面 主副架的座椅 也都是可以旋转的 那么旋转过来之后 整个会客空间更大 上方 同样也有一些小的置物空间 这辆车配备了防车管家 咱们可以通过触屏 控制车内的灯光电器 设置不同的模式 也可以通过语音 来控制车内的灯光电器 让我们在车内的行动 更加的简化 配备了四个GBL的音响 驾驶座后方 是双人卡座的区域 那这辆车车内共计有四座 那么二排座椅也是采用的是车轨级的乘用车座椅 倾斜角度更大 驾驶出示度更高 中间是一个电动的升降桌 侧面 咱们所有的推拉窗 均是配备有防空和隐私的内窗 上方 KM1中日合资的48V单冷变频空调 能效比高 非常的静音 而且智能效果也非常好 后方 纵床的上下铺 上铺 部分的床板是可以翻折的 内部同样是排骨架的结构 结合乳胶床垫 能保障到咱们睡眠的舒适度 长度1米95 宽度80公分 下铺 长度1米95 宽度90公分 卫生间内部 配备了赛特福德合适抽搭马桶 前部有一个镜面柜 上方 双向的关节扇 侧面 毛巾架 冷热水 具有的淋浴花洒 那这辆车的热水 也是采用的尾巴斯特的柴暖来供应 卫生间内部 同样配备有暖风的出风口 冬天淋浴 更加的舒适 而且也能加速 颗内的衣物 烘干 往前是有一个格纳式的微波楼 侧面 一些小的置物空间 下方的话 也是一个置物空间 在往下 是一个100升的冰箱 冷冻冷藏 分区设计 上方 有一些吊柜的储物空间 内部 做了铝合金的一个框架 进行加强 行车 无异响 使用 更实用 然后 厨房区域 台面 1200W电磁楼 冷热水 具有的携手盆 下方 储物空间 也是做了分区的设计 向左侧 是可以做一些 大振的放置 右侧 比如说 小的玩具 刀具 也是可以放置在内部 这辆车 配备 7.2度的 零三千里电池 三千瓦的逆病器 怎么用空调 基本上可以用到十五六个小时 两个晚上 如果咱们跟着季节组 用电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那么三四天也能够有一个电量的保障 而且咱们这辆车是配备了48V的双发电机 也就是说行车充电效率 或者是怠速的情况下 充电效率是很高的 怠速一个小时充电接近两度电 行车的话一个小时充电接近三度电 而且除了咱们的ACC和ICC 还配备有车道偏离预警 弦向碰撞预警和自动刹车的功能 能充分保证咱们行车的安全性 好的 本期视频介绍就到此结束 那么您如果在车场上遇到这款车的话 您会心动吗 欢迎评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